我们常在讲啊 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输给了大盘 而是输给了人性 比方说呢 上个礼拜啊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法说会一样 没有办法就任何的股票 甚至是在整个半导体族群 都是一片的血洗也好 可是我们会说啊 我们每天都在看啊 外资卖好多卖好多 然后散户就一直接接接接 哎没有想到最后逃最快的是散户 哎对上礼拜 本来以为是外资的卖压啦 结果后来一看才发现 哎外资整体卖压居然才90亿 这个幅度其实算低哦 因为外资过去两天 它是卖了500亿600亿左右 卖90亿其实算少了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投信居然买了92亿 这很少投信可以买超 买超过外资哦 哎那投信也买这么多 那台北股市怎么会跌600点呢 第一个就自营商的避嫌买盘 在市场上发生了一些风险事件 所以的确采取了一些避嫌 那第二件事情啊 很明显有部分人先逃了 那这个部分人逃 你说内支不是很集中吗 内支不是大家很有共识吗 大家一起把股价拉上去吗 内支分为两个内支 一个内支哦 是像我们这种 ETF买盘 你敢跌我敢接啊 哎呀也平一价啊 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我们属于ETF的买盘 所以你仔细观察价权指数哦 这是张图表是年K 从19年以来的表现哦 那第一列我们看到的是 外资买卖超 你看外资20年也在卖 21年也在卖 22年也在卖 今年也在卖 只有23年恢复个3000亿 可是过去五年 投信是每年都在买超 那这个投信已经不是 我们讲的主动型基金的 讲的就是我们的ETF买盘了 所以我们的买盘哦 是已经连续五年 哪有那么容易 因为叠个几百点就起出场的 我们2020年 2022年当时的熊市修正 也没有离开市场 所以这些内支是没有离开的 那到底是哪些人离开了呢 我觉得非常明显哦 是部分投机型散户 融资的人离开了 想要赚快钱的人离开 对 我们举例来说 你看当时在2022年啊 全台湾台积电的股东人数的 高点是149万人啊 到2023年的年底来到119万 今年6月份的时候 又下滑到114万 所以从2022年 当时的熊市的低点 一直到今年6月份 台积的股东人数 那个少了30多万的 这说明什么 就大家都是一解套 赶快离场 解套赶快离场 这是过去几个月的主流思维 可是在7月份有个重大转变 莫名其妙突然来了一些散户 尤其在突破线 好像在签员是一个关卡一样 你签员 我要买 500块赶快卖 千元赶快买有这样的感觉 在7月份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从114万大幅上行到122万 又过了一周 突然多出了11万人 从122万变成133万 7月才过两周 突然多出了20万人出来买台积电 这群人我个人认为 就是先跑的那群人 其实我现在过两周 然后你看到那个台积电股东人数又下来了 这很明显啦 就是有很多人 尤其零股啦 这个很多人是短期内 哦 那台湾的景气终于要好了 台积电终于占上1000块了 终于要来买入 所以短期内我们看到 现在洗融资的 杀融资的 就是把短期内进来的投机型散户 重新的扫出市场 这个是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主流氛围 要不然当天那个外资真的是傻眼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怎么有点跌那么重啊 就是在上礼拜五所发生的迹象 但是你现在所观察到的实质变化 就像自礼拜一啦 你现在所观察到的实质现象就是 台北股市也在进行内部的资金轮动 我们当然知道过去几年 台北股市都在土洋对坐 就外资就是卖超多于买超 可是外资还是持有相当大的现股部位啊 现在是怎么样 土洋对坐以外 内资也在对坐 投机型散户想要离场 而且呢还尝试着放空以下 尝试着把股价拉下来 那你要了解喔 它离场的原因是什么 它离场的原因是想买到更便宜的股价 它终究要回来的 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 不用因为短期的震荡 而大幅的调节你对于未来的长期展望 这只是一个短期市场上的情绪变动而已 不用一天因为一天的沙盘就离开市场 我相信只是一部分投机型内资跑了 我们都没跑 那我们都没跑 我们就会定期定额的持续扣款 那什么有一天 怎么有就是什么时候会有看到一天 连我们都买不下手了呢 没钱的时候 而我们不断投的钱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本业收入 为什么这几年本业收入变那么多呢 因为台湾出口不断创高 保单的解约金额不断创高 所以下一次我们看到 市场不解约保单了 景气不好了 蓝灯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买盘就会还不得退却 所以不代表台北国是永远都会上涨 只是它会有一个周期逻辑 这个周期逻辑最终就是那个景气未接 而我们相信按照目前 昨天才公布六月份的外销订单 颜世宏 不如预期 对 但是呢还在年证 这说明什么 就是它算是一个震荡中 缓不复苏的格局 第一个就是景气没有到极度繁荣 第二个就是它至少在年证 你也知道我明年领得到年终 可是我现在还拿不到年终 所以我明年还要去买股票 现在整条景气循环线 就是有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都很清楚 未来几个月的外汇收益就会不断的进来 有些人提前已经先购买股票了 那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这一波的买盘 会一路到2025年上半年左右 那就换句话说 今年你看到任何一个比较像样的回调 它其实都是暗示你上车的机会 因为真正的转捩点 至少是在2025年才会有所发生 我觉得从内资的循环的角度来做思考的话 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 那就是发现现在只是因为 有一部分自认为内资 但是其实并不是长期买盆的内资 它自己先跑了而已 投资型投机型的 对 所以这是我的感想啦 那不代表说外资就不会 因此而采取相当大的卖牙 台币这几天也是在贬值嘛 它的确对台北股市 还是没有太大的回谱意愿 可是台北股市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不高哦 我不认为是因为它极度看坏台湾经济 它怎么可能一边卖台股 一边把台积电目标价调高 有点心口不一 它也知道台湾经济会越来越好 它也知道台股今年的获利会创高 那真正对于台北股市的卖压 原因在于哪里呢 第一它现货很多 它卖掉会有更多的资金 它资金要拿去买哪里呢 它还不知道 它还不知道 但它很清楚 当联总会宣布降息以后 落美元政策 美资就要大量的往新兴市场来移动 而现在我讲一个极端的本益比 韩国股市目前本益比11倍 台股市22倍 所以同样是半导体新兴市场经济体 可是台北股市的那个股价的那个倍数 居然是韩国股市的两倍 那为什么会让这样的危机 外资也没买 那一次把它推起来的 它就形成外资对于台北股市就 兴趣缺缺 没有那个太大的诱因一定要去回补了 这个就是外资目前的态度 所以你说外资想不想 狙击台北股市 我认为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吉祥 它就是觉得 哇 真的很贵买不下手 台股市店一千块买不下手 那内资呢 ETF买盘过去五年始终如一 但是投机型买盘短期内先跑了 但我觉得它会回来的 为什么 现在手上谁想持有现金一辈子呢 没有人想要手上持有现金的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主流思维 就是因为没有人想要持有现金 所以有现金的偷偷股市 保单的跑步 对 乱去买房 那保单的这个 保单利率跑不一定通膨 保单只好解约 拿去买ETF买房 最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这一波真正的买盘消失 我们就等下一次的经济衰退吧 诶 廷浩有人说好不习惯一本正经的你 对对对 其实我本身也是相当低调正经的 这个财经解说者 一直都是如此 真的吗 所以他误会你了 对对对对 这其实才是我私底下的真面目 好吧 所以这位网友 我们希望你把影片看到最后 因为可能会看到你熟悉的挺好 他可能等一下就现身了 我想聊的是 外资你对于现在来讲好了 他为什么不回补 我自己觉得也有可能再投资风险也有 就是他如果卖掉了 那他这笔钱 如果他没有再去买其他部位 他可能就要汇回去了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做一些内部的资金轮动 但其实到头来说 还是一个预期过高的问题 你看为什么他针对科技股 做获利了结 他为什么针对台北股市 也采取了一些获利了结 就是把你的预期拉得太满了 那你就不知道 你未来还能够怎么更好的表现 因为我把你的预期 已经估值估到 本来的18倍本一比 估到23倍24倍了 有点像什么 那个我们前两天不是明星赛吗 那王健民啊 陈金峰啊 文艺森教练 全部都上场了 然后大合照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那明年明星赛还能更好吗 就不能了 这是预期感的问题 跟股票市场一样 我给你科技股这么高的评价 明星赛你已经做这么好了 这有时候是一种均值回归 明年怎么可能更好呢 先慢一点 对不对 你很难想象 明年的明星赛比今年好看 因为今年太好看了 现在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概况 那我觉得这个预期感 就是获利了极的主要原因 那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事情是 你永远都会有更多的预期 你永远都会有更多的期待 有所发酵 就好像你从来不相信 新竹的房价 可以从30 40 50 60 70 80 现在已经超越板桥 即将进军台北市了 这是一模一样的 你以为你给他50万的预期 已经很高了 想不到他还有60 就跟现在 大家对于台积电的EPS 明年预估大概是50块左右 你可能莫名其妙变51 变52块了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大家对台积电今年的EPS 预估是38块了 还没办法超越2022年 现在已经来到40块了 甚至有41块 42块都有 这说明大家的预期是会不断的调高的 那在这个预期不断猜测的同时 行情就一步一步 跌高到现在了 那过去有一个最经典的故事 那一对男女朋友走在路上 好了来了来了 我要提醒他了 这个女生看男生诺悠所思 你在想什么呢 男生说 我心里想的跟你心里想的一样 女生说下流 结果我预期你的预期 没事没事 好 没事 观众等到了 预期来预期去 最后就形成了一波 推波助燃的效果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觉得 我自己好像有点预期过高了 那慢一点吧 纯粹都是预期的问题 那现在针对台股 针对美股 都是由于这个预期 产生的获利了结的卖押 但最终它还是回来的 所以我要问停号的是 你觉得在上个礼拜的 这种疯狂式 你会觉得很恐慌的这种卖押 可能有很多的投机型散户 就让台股朋友们下车了 那接下来大家就想问啦 那你之前说八穷九绝 或是九穷十绝 在今年还看得到吗 我认为非常有机会 所以等于还有一个回调的机会 上车的机会 你不会觉得这样跌一天结束了吧 怪怪的 我会很失望的 对我失望是不是 我已经没有钱了 你会发现今年台股真的 毕业的人也不多 那多数都是哀鸿片也都是 我怎么没有多买一点 每个人都想要等回党的机会 但你敢不敢买 不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敢不敢买 因为根本没跌到这样位阶 其实还没有这个问题 跌到这个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运到第一个问题是 每个人都预期跌了我就买 它就跌不下来了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以前按照历史惯性的确啊 八穷九节几率是最高的 九穷十节几率也非常高 可是我害怕等不到 因为我害怕我们节目的 影响力太大了 就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我现在都不卖 我就等九月十月来抄底 反而杀不下去 对对对 其实今年四月份 就这样的感觉 今年四月份那波回调 我本来认为 会有一波比较适度的回调 因为上一次回调 已经去年十月了 今年四月份有没有回调 有 两天 无感的回调 对啊跌幅大概5%吧 美股都已经跌到10% 纳指和肺半都跌10%以上 台股跌5% 然后就上去了 所以今年你真的还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像样的回调 那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 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低调 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好 等到股价 自己买满 对这样到时候跌了 我们自己买满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节目的话 那就有点压力 我们这样就有风险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为了自己的荷包 这是必要的做法 就点阅率不用那么高 等到讲对了 再来分享就好了 对对 好 我有的时候会去观察 尤其像台积电这种全职股 它可能外资占比 或者是一些很多的投信 也爱买的这种标的全职股 我自己会有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如果我去看 鸡包股权分散表 我会发现这一周 大批的散户涌入 然后大户开始来卖股票 这个时候我就会害怕 虽然我是散户 可是我会害怕这种散户涌入的感觉 对我来讲我会有一点警讯 但如果我看到散户同时在买 可能大户买更多 这个时候我如果有投资 这档标的的话 我心会比较安逸一点 它这种叫做 我们讲的散户法人化 过去散户好像跟法人 好像是两个不同独立的个体 好像散户永远都被狙击的那个 事实上现在散户跟法人 几乎是一体的 散户就是ETF买盘 所以你看到前阵子 很多人说要把七大科技巨头加入台积电 形成新的一档指数 那这个时候 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的涌入 七巨头加台积电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中文翻译 有些人说叫做台积8 或者超级8 Super 8这样子 你干嘛笑 没有 有够难听 我还没想到正式的中文翻译 但是就是加入台积电 因为现在台积电市值 也在全球市值前十米内 而且它是跟这几支科技股 要嘛都是间接或直接客户 它不像沙烏地阿美 沙烏地阿美是市值很高 跟这些企业真的没什么关系 台积电跟所有前七大科技巨头 都有关系 所以应该把它纳入 一旦纳入之后 就更多的散户资金的涌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大家ETF的成立 全部都要多买台积电 台积电这档个股 所以以后有任何 什么超级8啦 相关的基金成立 最终它都可以形成散户法轮化的买盘 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的方式 因为我跟你们所有的法人 都在同一条列车上 你们亏了我也跟着亏 但是呢 确保我的资金 跟你的资金 最后是同一套 那我最近看到谢金河说 他觉得 当然他是在台股下跌的时候 讲这句话 所以我想要来请教廷浩 当做我们最后的ending 就是台积电 有没有可能见到八字头 八字头 你说下沙到八字头 下沙到八字头跌幅就是两成 九百变到八 八九八也是八字头 OK 那不同时间点来估算 我们如果用一个长远时间点来推估 明年台积电EPS 大概已经接近五十块了 你用五十块去乘上一个保守本益比 用二十倍的话 中性本益比大概是一千块 你用一个相对高的本益比二十五倍 大概是一千两百五十块 那有没有可能跌到一千块以下 很简单啊 本益比给它十八倍 十七倍十六倍更低就可以了 说明什么事情啊 情绪差一点就可以到八百块 的确是这样子 情绪差一点 跌破千元是很正常的 情绪好一点 来到一千二一千三 都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它完全取决于市场情绪的高低 但是如果我们用中性本益比 就二十一到二十二倍来做推估的话 现在今年的股价 大概要反映明年的EPS了吧 一千一百块到一千两百块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价位 所以呢你回过头来看 过了两年到三年 我会相信你在二十四年到二五年 没有在台积电千元以下 做相当大部位的投资人 会后悔在二六年二七年 我为什么买的不多一点 因为它的EPS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获利已经知道了 它的股价如果来到千元 来到九百八百 那很明显 就是本益比的下调 就是市场的恐慌而已 所以有没有可能来到八百 当然有可能 但是八百一定是恐慌 不可能是多乐观的时候 不可能是大家认为一个正常的均值 不是因为业绩衰退的八百 而是情绪的八百 是本益比下行的八百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也不能把股价给缩死 但是你也知道八百 我们会做什么事了 好八百会做什么事 大家留言留起来 我们就先不要说出去 然后不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讲 等到哪一天真的有八百市场上面 恐慌到爆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到时候 我们再来印证停号 还有财经风向全会分析到底准不准确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S blow your care